担任2025年日本大阪市博会大使的 Miss Perima实验游艇 首度来到了高雄港 停靠在第九号码头 市长陈其迈来到这里热情迎接 结合绿能跟环境永续的概念 来作为永续蓝色海洋的代言 Miss Perima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实验游艇 由零排放研究及行动组织打造 是一艘36米的双船体 它可以利用太阳能还有其他新科技 把阳光风和海水转化成为能源保护海洋生态 实现永续发展目标 也将邂逅海洋动植物 连接海边社区分享海洋奇观 新科技的运用 当然也会来加速在静音排放的可能性 而传名Perima也带有来头 灵感是来自于古罗马的未来女神 也是孕妇的守护者 希望Perima精神继续守护地球的下一代 希望把这条船变成一个很实用的实验船 Perima已经绕行地球三圈 此次航行称为蓝色奥赛德 于2021年12月18号从日本大阪出发来到高雄 看着高雄是台湾的海洋首都 日常生活与蓝色经济紧密连结 而下一站将会停靠杜拜 未来还会继续航行太平洋 印度洋和大西洋等国际大港 希望唤醒人们对海洋污染和海洋资源的重视